3個中產黨 今天我們會講佔中狗男女的判刑 有人會覺得佔中狗子比較尊重 但我覺得女權的角度來説 子就是只有男生 佔中狗男女或子女 狗子女 狗姊妹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要佔中狗男女 我們收起我們嬉皮笑 因為這件事對於很多人來說 是一件很哀痛的事 我們從兩個層面來說 首先你對於佔中判刑 有甚麼看法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看判刑 但我有一個建制派的資深大律師 最資深大律師 他竟然說他都很贊成判決 他的判決是很公正的 他反對那些人 無端端都冒犯刑 假設他的判決 只是統用法律觀點 即是一個建制派的人 rotate人 但是判刑都有兩折 一折就是佔中三子 戴耀庭跟陳健文 判決了十六個月 十六個月 Dave 可能就會報道 可能16個月判決 但另外那幾個判決 他們作為專業,你們判刑合不合理,只不過大家覺得自己的朋友就應該直接放 好人就是應該要放的,但資深大象就是專業,他真的看過判詞 他這個解釋用這個判刑是合理的,即是他的說法和判刑是合理的,即是你無端的看多久,只看結果 你不看中間的解釋,你是永遠不能夠調整到判刑是合不合理的,這就是一個 另外你說包青天的問題就是,其實跟這個問題是無關的 你想想什麼叫公義,亦牽涉到台灣條例,台灣人,台灣人殺了什麼 什麼叫公義,或者什麼叫法治,我們要彰顯法治,什麼叫法治呢? 其實法治的意思是沒有公義,如果是公義的話,大家說公義的話不要緊 然後壞人就拘捕他就可以了,私刑也可以,要什麼拘捕 沒錯,我們說法治,什麼叫法治,就是我明知那個是壞人,是智人 為什麼不夠證據就不能拘捕他,這樣才叫法治,法治的意思是講證據 那樣東西我們知道不合理,不合公義,只不過是因為法治 我們硬硬來扭曲他,其實我們讀很多東西之後,讀很多書 就是為了知道原來那個人不夠證據,你不能打那個人 因為你最明知那個人是,打那個人是不對的 或者你那個人明知那個人是笑的,哈哈哈哈 我是說別人吹得暗唱,但是我忍你就是因為維護法治 就是我接受,忍你這件事就是因為維護法治 如果可以,逃犯條例那些,原來一次性立法,然後就是故意 是不是民主派系統?一次性立法,立了法就是捉上海灣,然後就是取消法例 就是這樣都能夠說得出的 我就不同意的,我就認為一次性立法是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有落日條款這些,不過我覺得這個不可以 我認為一次性立法,如果那樣東西是捐器官,救人是沒有問題的 拘捕人是有問題的,因為以後會有很大的先例 以後可以為了別人來一次性立法 如果每一次都是由立法會去批准,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一次性立法? 不是,你跟我們說收完逃犯條例之後,每次都跟特首批准一樣 最初有個條例通過了,再去批准 如果你這樣說,現在的所謂修例其實都是服用某些人的價值 這樣說,我不說你的問題 我們先拉回那個主題 主題就是我們說那幾個人的判刑 剛才周顯大師就說,建制派在這裏,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法律專業判斷 不是真的個個都好像街邊阿嬸那樣 他覺得判刑是高就高,低就低 不是的,我記得何君堯不是這樣說 他說判刑高輕,應該要追究 我想如果從建制派來講,何君堯跟我講過資深紅色大狀 應該很相差,是T公地人吧 因為何君堯不是資深大狀 我們不能夠用資深大狀的水平去評估他 沒錯 第二個問題就是陳淑莊的問題 當然引起天年大波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陳淑莊在判刑之前 就說他是老道生老 於是要推遲判刑 結果法官就推遲了判刑 其實應該這樣說,要很小心 是他提交了病歷報告 然後法官就認為這個病歷報告 是需要令他延遲宣判他的判刑 結果引來魚龍界的何俊賢 他就說,會否搞錯? 判判刑那刻 你又說你自己有絕症,便大了 還有吳秋北,但我要留意 吳秋北不是立法會議員 他只是公聯會的會長 他又說,你們這些泛民最厲害 去到臨判那刻,你便說你自己有病 當然,他們引來大事 就是泛民或支持者的道德批判 你有沒有人性?你有沒有口德? 那張英大師,你怎樣去看待這件事? 看待這件事,第一,陳淑莊是他的朋友 雖然不熟悉和兼且 都是見過幾次的那種契約 但問題是,我覺得這些生病 只要病是真的,都是基本人性 那些人回來講,現在有很深刻 就是,長毛說司徒說 司徒說不想老 是的,我覺得整件事 當初的時候,他發生過這件事 本來我和平某都OK 但問題是,對於這個人很反感 我覺得他沒有基本人性 等於今次,這個是基本人性 你不可以到了這個地步 你還可以用這件事去挑戰他 那個問題 那如果希特拉生老橫 他說希特拉是活該死的 那這些人有沒有病? 這樣說吧 其實,我很難在極端的狀況 問題是什麼呢? 或者是梁振英生老橫 或者是梁振英生老橫 可以嗎? 為什麼我要提這個問題呢? 因為如果你說那個人是壞人 所以他就抵死 這些人可以詛咒 司徒說跟陳淑聰沒有那麼抵死 這樣就不能詛咒 這樣就牽涉到道德批判問題 這樣就沒得說 因為很簡單 雖然我都認為這些人 其實罵得過份了 但反過來想 你站在藍絲的立場來說 喂!我原本想著 他應該要受到這個法律的懲罰 這一刻的時候 你跟我說 你有個樓 然後你就不判 那就等於什麼? 就等於我六八九 可能他有五千萬 然後坐牢 然後誰知道六八九說 哎呀!其實我也有個樓 不如你推遲一年半再宣判 這樣就沒得爭 我唱一首歌給你聽好嗎? 那首歌是很小的 工作你一仇 兩三龍 情何你審期押後 年年都有把仇 碎碎都有加某 OK!審期押後 是一個詞咒來的 而不是一個 一距來的 審期押後 你也是要審的 現在 因為他說老癌 然後老友扭 然後你還說他老友扭 但如果你這樣說 那些建制派 其實不是只不過是 講錯了 其實他 陳淑莊是更慘的 你現在說他們是逃避 其實只不過是錯 就不是一個道德問題 是 沒錯! 但你不要遷就別人 我覺得 就是說別人那件事 不是 他也沒有遷就 他只不過說 以後所有人有絕症 都不用坐牢 現在他不用坐牢 現在是審期押後 他如果半輕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如果用回你剛才的邏輯說 你最多只能說 吳秋北和何俊賢 就是錯誤理解 所謂一個懲罰是什麼 但是你不能夠說他沒有品 這樣說 這樣說好不好 我只是拼不到你 我純粹邏輯來說 我只是拼不到你 所以這件事 就是梁振英生老闆 梁振英生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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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殺人 沒有牽涉到過一頂 過一頂 那個狀況 對嗎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就是 我拼不到你那個 但梁振英生老闆 那件事其實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是 怎麼這樣說呢 希特拉我揍了生老闆 他真的殺了全家 那我繼續生老闆 但是梁振英生老闆 最多都是來對負財 不是啊 希特拉沒有殺你全家 他也是殺猶太人全家 所以我都被他殺了 他只是殺了負責人全家 就是大家的犯 牽涉到那件事件是不同的 那當然還有 就是這個佔中判刑 你自己個人看 你剛才說了某個資深大狀 他覺得是很公正的 那周顯大師 你自己看的判刑是怎樣 從來我對責中的看法都一樣 我是不反對責中 沒有人贊成 我反不反對責中 但是我始終認為公民抗命 是應該要就地坐牢的 你不坐牢就不是公民抗命來的 我為了這件事 我顯示出不公 但我要張獻分法 但現在那些人很顯明 是回避了那件事 但是因為公民抗命的判刑 應該是以輕為主 就是因為你犯了法 那就坐牢 但是 但是 判刑 因為公民抗命 就是要透過坐牢 去感動社會 現在那些人就說 你這些判刑都是很不公義 搞到 不是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 現在他們很多人都走掉了 不需要坐牢 那就感動不到世人 這樣說好不好 我認為法官是應該輕判的 那他現在是否輕判 現在我不管 是否我講原則問題 因為我沒有看片段 我講原則問題 原則是應該輕判的 但是同樣 你要威力越大 我同樣就要坐 哇 你說如果那個人能坐30年 對這個民氣的激昂是多厲害 公民抗命其實就是 有這麼長監坐這麼長監 孟德拉坐30年 於是就坐到 整個南非變天了 就是其實那個 現在反而越是輕的話 就越是沒有那個 那你覺得現在 你看完你身邊的人 你覺不覺得 戴耀廷和陳健民坐牢 感動到現在香港的社會 現在香港的社會 你身處在在中 你覺得你身邊的人 有沒有被他感動到 如果他感動不到你身邊的人 即是代表他們坐牢 沒有用 如果是這樣 這樣說 現在客觀來說 如果現在這個 今時今日的政治人生 他們兩個坐牢真的很無用 即是他們真的沒有人感動到 即是大家出去 都是行禮如宜 就是出來說 你那個什麼 你那個 結果出來大家就說 反對林鄭月娥 反對林鄭月娥 然後大家就很開心 林鄭月娥很害怕 你現在還不怕 香港人憤怒了 但事實上 就是你沒有促成到那個風潮 所以我的判斷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件事 當然就是做不到效果 因為如果做到效果 應該全香港人都說這個判刑很重 你想想為什麼 每個人都去罵何俊賢 每個人都去罵吳秋北 就是因為判刑沒有什麼好說 你想想 李永達原本已經說到自己有坐牢 又什麼又差 現在直接不用坐 你真的沒有東西犧牲到 在一般的市民眼中 你當然就做不到那個影響 但我也同意周彥大師說 在這個時候你坐幾場 都感動不到香港人 香港人已經在政治上 所以其實不錯 可能是有些效率 所以現在爭論的一件事 既然你是公民抗命 戴耀廷為什麼你要上訴 你如果要公民抗命 就應該是有幾場就坐幾場 坐足它 最好你在裡面搞事 搞到你沒有刑期的寬限 但現在他打算要上訴 在我心目中上訴很合理 既然沒有用 坐來怎麼差 早點出來更好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 加一點 四集 探索 三集 多謝 幾場 六集 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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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目